张燕在了,在一个昏暗的路灯下站着,当然他也是为了让我能看见他。 这个昏暗,又见着这个红棉袄,泥褥子,高高的个儿。 昏暗的灯光下,侧影,鼻子高的。 我又见着了,孙明明,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什么,和这个毛泽东时代的,毛泽东在天安门,跟他握手,那个侧面像,他也是侧面像。 判过两人,是个倩影,青春少女,又是一个世界冲击。 然后我们就聊天了,你好啊,寒暄一阵以后就聊天。 我是首先发话,因为我九大嘛,宋人琼没有被三结合,也没去代表,就变成被打倒对象了。 所以很敏感的事,如果他要当时被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结合,那他现在肯定又在这会场里。 我就说,那你父亲怎么回事儿,人家说江青怎么样啊,怎么回事儿啊。 为什么本来在筹备辽宁省革委员会的时候,有你父亲啊,你父亲还参加了这个接见呢,中央温哥小组的接见呢,接见筹备委员会啊。 哎,我说,后来怎么就没了呢?他说,是因为当时接见的时候呢,江青握手,伸出手要握,跟这个宋人琼上握手。 宋人琼呢,表现了一个毫不在乎的藐视。就是不是手背的后头呢,或者就是手一甩,对方伸出来,他不理。 就这么一个动作吧,这是宋琼琼讲的。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? 我后来碰到一个将军,这个将军说,哎,说没那么有气感。 有气感。说呢,是因为接见当天呢,是冬天嘛,是凡是冬天可能。 这个手啊,就捂着鼻子,他实际上有点小感冒。 然后江青一接见说,说周仁琼,你怎么捂着鼻子干什么? 哎,手掌。我怕,我刚刚有点感冒,小感冒。我怕传染给手掌。 江青认为,你这借口,大怒。因此下来,这个合议会委员的这个三结合的干部代表就取消了。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但是当时,后来我判断这句话呢,也是真实。 一个是好像有主动进攻,一个好像是被动,谢妹没成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,就是这件事反映的就是,宋人琼被江青,不尊重,或者叫不谢。 这是。所以这个事呢,我一听呢,还挺有意思。 但是,这是一个。我记得,我还问了,我说,你怎么就,就弄个秀章,在上面从宋药五来,就把这些事给提出来。 这个事呢,我在前面已经讲了,在那儿就不讲了。 那么,再谈,谈什么呢?就跟我说话了,我在青海怎么怎么样了? 对不对? 这个工作,学习,北京市怎么学习,怎么自学,是不是? 学语言,我那时候学了俄语,但是俄语不愿意丢。 我那时候想请陈东威教我英语,他是学英语的。 这小子不愿意,他说,我不教,我不是教老师。 我说,你给我对话,俄语没有用。我说,你给我教英语。 所以我没办法,我只能把俄语捡起来。 所以我考研究生,考的是俄语。 人家研究所说,这小子中学的俄语水平怎么考研究生还能考呢? 实际上不是,就是我在地质队看。 拿一本哲学书,俄语的哲学书,看,现在都忘了。 俄国人写的一本哲学书,我就看。 所以这个事儿呢,后来我回来以后,觉得日语很好。 因为把日语学好。 所以呢,就找了好几本旧的日语教材。 那么这个, 宋明明就看我这样,但是我讲话中,我说呢,青海还是落后的。 我讲了,72万平方公里,大概不到600万人,四五百万人。 工业没有,工业基础没有。 基本是木业和农业,农业只是在东部地区。 因为我讲了讲青海落后情况。 然后,宋明明就插话了。 所以说,不落后,基地就在那儿,很先进的。 这就是宋明明的误区。 他认为放原子弹就代表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的高度。 那么这个基地放在这儿,把这个省的工业带起来。 实际上不是这么个事儿。 就像现在朝鲜,什么大遗产,可以放到原子弹。 它工业起来了吗? 它的工业的发展,发展迅速了吗?繁荣了吗? 没有。 武器是武器,原子武器是原子武器。 金弹是金弹,火箭是火箭。 它们并不能带动全面的国文经济发展。 他这么说以后呢, 我说我们的,你说的就是221基地吧, 就是组装原子弹。 中国这个基地呢,就在青海湖的东侧, 一片草原上头。 这个地方呢, 是保密的。 我们队也有他们的转业工人。 比如说我们队的岩木匠, 它就来自这个221基地。 它是木匠,在那儿也是说木匠, 但是它是在外围。 它告诉我们呢,就是那个基地呢, 是分层保密的。 甲区不能进乙区, 蓝色的工作阵不能进红色工作阵, 反正就是有一层一层的。 严格保密。 所以我说我知道, 你说这个基地, 我知道。 后来我说, 你爸是不是2G部的部长吗? 原子能部的部长吗? 他说是啊。 我说当时我听到的就是, 叫批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猛将, 骨干力量,能力高的, 去从事这个国家的尖端武器的研制啊。 他说是。 后来我说, 那你知道有个叫何克希的人吗? 何是, 就是一个单理人一个渴字, 这个何克希。 他说不知道。 我说他是2G部的部长助理。 他说不知道。 我说我就讲了, 这个2G部的部长助理, 何克希也是跟你爸一样有战功啊。 什么战功啊? 他是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政委。 在渡江战役的这个大战中啊, 当时各个兵团, 就是士兵团, 各个军都想抢攻, 就是看谁能第一个占领南京, 攻破南京城, 占领总统府, 那就是第一功, 标志着蒋介石的这个国民党王朝的覆面。 所以呢, 但是这个35军就是第一个冲进南京城。 第一个冲进总统府, 记录片中间的所有解放军冲进蒋介石的总统府, 都是记得35军的部队。 他们的战士爬上这个大门的顶部, 降下了国民党的这个国旗, 就是升起了红旗, 当时是不是中华人民共旗还没有? 反正就是升起了解放军的标志。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画面, 这个画面就是35军做的, 他就是和克西就是35军的政维, 而且35军, 其他的军还不服气, 为什么呢? 他是个起义部队, 改变成了解放军的35军。 所以他的军长还是起义将领, 国民党起义将领。 谁都没想到, 他抢了第一工。 所以正是他第一工, 我想是这样, 他就被派到二级部, 做了这个宋运琼的下级, 当部长助理。 他当时住在我们家的楼下, 老头挺好, 特别仁慈, 我呢那时候蹦蹦蹦蹦蹦蹦蹦, 蹺蹦打打, 我在他楼上必然要吵着他咚咚咚。 他们保姆就到我们家说了, 说这个好几次吵, 人家这个休息不了。 他说都要上来阻止。 后来人家就何克希说, 哎,算了,小朋友算了。 那跟我们家一说呢, 今后我妈就说我一通, 就老实了, 就这么个人, 很会做政治工作。 那么他也不知道, 所以我们呢, 就是啊, 要这个, 那么当时他是准备去山音县了。 山音县, 当时, 从了信到现在为止, 还有很多人认为我, 是不是暗恋他, 暗恋宋明, 或者要跟宋明谈恋爱。 实际上, 这个不真实。 为什么? 我要讲一讲。 就是当时我和他见面的时候, 我这方面没有任何婚姻考虑。 按照现代的来说, 躺平。 因为我在去青海之前, 工作之前, 我已经想好了, 我准备这一辈子不结婚的。 最后结果是找一个工农兵出身的, 无产节出身的小孩, 我收养。 血缘和我没关系, 但是我可以跟他一起生活, 培养他。 这是我当时的最大理想。 所以, 我没有任何就是有这个意思。 所以, 就是在永泽民火车站。 我那时候也没这个意思。 但是呢, 这个印象, 这个倩影, 留到我今天还能记起来。 历历在目。 这就是冲击啊。 为什么呢? 你想当年是什么情况。 一片不是绿, 军装就是中山装, 蓝学生装, 蓝色的挂子, 蓝色的棉袄, 一片蓝中一点红。 还有护线, 还是泥子的。 一定是特别的眨眼, 对视觉的冲击, 不光是我了, 我估计所有人都得回头。 就这么个效果。 但是这一点也说明什么? 说明明自己也有他独立的性格。 他不太, 就是他也可以, 出格, 也可以和别人不一样, 并不一定屈从于习俗, 或者屈从于人家的眼光。 为什么? 当时他已经是在人家眼光中, 他已经生活在人家眼光中的平头平足。 所以才进一步的, 就是干脆, 就是这样。 我认为当时这里头也反映了他一种反抗心态。 那么这个事儿呢, 就是这样了。 下面第二个我们谈的是什么东西呢? 谈的就是, 当时我们这个通信的热情, 你想想吧, 三次见面, 两个小时的交谈, 就产生了后面四年的通信历史。 而且呢, 一个在雪域高原, 青藏高原, 一个在蒙古草原, 几千公里的路途遥远, 以后再也没见过面了。 他通信通了四年, 他他妈的没完没了的通, 什么意思? 这就是当年的风貌。 哈哈, 不太讲究像现在讲究很现实的一些条件,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。 都是精神上有联系, 至于后来怎么样? 没有关系。 走一步看一步吧。 那么, 这事情呢, 现在要引到下面, 就是这个热情, 通信的热情, 宋彬彬对于我的兴趣, 这个热情哪来的? 为什么呢? 因为后来以后呢, 到了四月的中旬, 就是他考察上河西大队以后呢, 他决定呢, 不在这个农区, 他要准备回这个, 去上内蒙古, 阿伯尬奇。 但是在走之前呢, 他就到我们家呢, 遇到我母亲了, 我不在家。 他就说呢, 要借一本日语的教材。 这个日语教材呢, 他就真拿了一本。 我母亲就跟我说, 从明天来过, 她把日语教材给你留个条子。 这个条子留下了他的地址, 和几句感谢的话。 有一种希望交流, 进一步互相交流了解的那么一个愿望。 这就是这封信。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, 这封信后来我被我到五月份的时候呢, 回队的时候就带到队上。 从当时我和陈冬威聊天的书社, 就说明我大概还是在, 就是聊这封信的时候, 还是在1960年, 是在当时老的书社聊天。 当时我就把这事说了, 说了这个宋明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, 他就让我把故事情结, 三次会面, 全讲, 他说你全部讲。 讲完了以后, 他说你给我把那条子给我看看。 我给他看, 他说不行, 他说你有戏, 你是不懂的女生, 人家不定多着急, 盼着你回信了。 你写信, 我给你改。 就是这么过程。 后来我一听, 写吧? 最好朋友给我建议这个。 不谈恋爱, 不结婚那是肯定的, 但是信写写未尝不可。 所以实际上我不说嘛, 浪漫情怀, 四有环无。 这个标题就是, 什么叫四有? 就是好像还有点意思, 但是呢, 最后呢, 看看好像还有没有, 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情怀。 这就是特殊环境下, 那个时代的青年, 青年学生, 高中生, 高中毕业生, 这个很青年, 这个, 松明明可能是初恋, 或者不是初恋, 我呢, 可是也是初恋, 也不是初恋, 木木呼呼, 所以是一个朦胧的, 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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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, 朦胧的, 你要今天说起来, 如果是用艺术的讲话呢, 用艺术性的讲话呢, 有朦胧美, 这是现在知识青年中, 谈情说爱很少出现, 有, 但是不像那时候这么自然, 这么不带表面功利,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是什么? 讲的就是分析一下, 为什么松明明有这个热情, 他也要学日语, 这个热情哪来的? 我认为, 是由于, 当时, 他这个前程, 是冰凉的, 家庭, 是冰凉的, 是吧, 求职也是冰凉的, 未来上大学, 也是冰凉的, 只剩下和他的最要好的那些同学, 所谓他讲的就是友谊, 给他最大的慰藉, 那么他从我这里头, 他又看到了什么呢? 就看到我, 别看这样, 在北京还要找, 像赤尔大夫, 找这个训练地址的, 这个老师, 和这个短信班, 就是处处想学习, 并没有停滞, 他从我身上, 大家看到这个工作热情, 这个生活热情, 感染了他, 所以他要到我那儿去拿日语书, 然后呢, 他给我留条子, 让他有一个安慰和向上的力量, 我认为, 这就是宋彬彬给我留条子, 这书设计的这么一个办法, 是表达了他的心态, 那我呢, 好像是被动, 但是我也经过这什么, 我也不是说完全被动的, 是吧? 只不过就是, 这个头不是我开的, 那么, 宋彬彬后来和我通信, 在大学的通信中间呢, 比如我去实习, 他去实习, 实习中的感受, 都互相用信件交流, 那么我和宋彬彬这个交流, 他在他的信里, 强细地描述了, 他是怎么上这个长春地院的, 他被多数否定, 他很失望, 他就说呢, 我上大学还有希望, 特别是, 这个工农民学院开始, 开始大学重新开门的时间, 大概是这样, 七一年的夏天吧, 还是初夏, 清华大学, 北京大学呢, 就打个报告, 给这个, 柯教卓说, 我们觉得大学还要试着, 开办一下, 重新办一下, 毛主席后来就有个指示, 就是理工赛办的, 什么什么什么, 啊, 就没说文科的事儿, 这个事儿呢, 批转下来到了, 就是, 呃, 72年了, 所以72年, 71年实际上已经开始, 呃, 有招生了, 招的很少, 所以一种试点, 啊, 最多, 最早是70年了, 呃, 呃, 那时候, 讲的就是, 呃, 就是我们已经到青海了, 全国都要学, 办721大学, 就是上海计创厂的721大学, 当时好像就是经货大学, 都是721了, 实际上呢, 后来北京大学, 新华大学, 他们提出报告, 就说, 还得办, 那毛主席后来就批准, 所以到了72年的春天, 就开始招生, 是72年吧, 好像是72年, 71年那时候还没有, 71年是林彪事件嘛, 那时候还没有, 就是第二次庐山会议, 林彪倒台, 或者要抓林彪, 是3、2、3、 就是跑掉了, 林彪跑, 走飞机跑了, 所以那一年, です is a... 很厉害一年, 很激烈的一年, 那么,1972年,他的信件,我现在看了一下,讲述了他上大学的艰难 他被否决了,最后幸亏一个长春地院的朱老师网开一面,把他收下了 那么他就赶快回北京,然后赶快到沈阳,跟他们家里说一说,赶快上长春报道 他害怕这个学习机会失去,所以他在北京都没停留,我那时候还在青海,我也被录取的话也是要晚点才到北京 我到北京的时候呢,我妈又给我来了封信,又说宋柯荒,就是宋柯荒是宋柯的哥哥,说给送来一封信 明白 style 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